今天的两大消息将令米昂来大吐一口鲜血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闻史 欢迎订阅观看 因为整个缅甸又有多个地区遭到重创 多名镇守的营长阵亡或投降 这样的消息 相信米昂来听到都要瑟瑟发抖 在这一个月来 缅军已丢失了太多太多的地盘 缅军虽然靠着在2月初集中兵力优势 在石阶省的高林县和昂山的PDF 进行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成功攻破了高林县 拿下了这半年缅军来为数不多的一场胜利 虽然靠着北方大国的积极斡旋和不懈努力下 缅甸有关各方在大国举行和谈 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 使得缅北国赶地区暂时没有了战火 但是除了这两个地方外 别的地区缅军可谓是损失惨重 惨不忍睹 就说若开帮吧 若开帮现在情况是基本没了 在若开帮的缅军 被若开军到处开花打得丢亏气甲 连军舰都被若开军攻下两艘 整个若开帮现在已被若开军占领的80%以上 可以说若开帮已经基本完了 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 通米能部和敏昂来谈若开帮的原因 真正印证了那句话 战场上得不到的 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更让敏昂来焦躁不安的事 现在克钦帮告急 克钦帮告急 这两天在克钦帮位于密支和巴默一带道 少有15个缅军的营盘和卡站被攻陷 甚至皮尔还在昨晚还拿下了位于帕赶的翡翠重镇塔玛 塔玛坎 晚上8点左右 皮尔占领了塔玛坎营地后 克钦联军以全面接管这个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重镇 在克钦帮 皮尔同时进行战斗的 还有在拉咱的重要战略基地卡亚山 他们于昨天同时对卡亚山发起猛烈的攻势 而驻守在这里的缅军也进行顽强的反击 甚至连驻地随军的妇女也参加了卡亚山保卫战 看到了吗 随军的妇女就在战壕里干饭 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 由于克钦军的攻势异常的猛烈 导致卡亚山守军地面告急 缅军方面甚至出动了战斗机和大炮 配合着守军对攻方进行狂轰乱炸 最终 在双方都损失惨重的情况下 驻守在卡亚山的缅军还是失守了 缅军方面 营长副营长阵亡了三人 还有大量的人员选择了举白旗投降 帖方面 在争夺卡亚山的战斗中 也有两名营长级别的指挥员阵亡 经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后 克钦军终于拿下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卡亚山 卡亚山失守后 就在昨天夜里 缅军连续地派出战斗机和大炮 对已失守的卡亚山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可以说缅军现在就是在孤注一掷地进行反攻着 都说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克钦军现在很缺乏大面积覆盖式的重型武器 如果克钦军在占领的山上不挖坑道 守方的代价将会很大很大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顶得住 看了这场无比惨烈的战斗后 心生了一些感慨 感觉Kia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如果在去年1027就一起行动 就不会面对现在的这种局面了 三兄弟发动10点27行动前 肯定计划了一段时间 而且事先也私下通报给了克钦 奈何克钦不相信三兄弟会成功 所以置之不理 没想到三兄弟真的成功了 而且若开军现在还在若开帮 单独打的是摧枯拉朽 这下才促使克钦下定决心也大干一场 但是是不是已经错过黄金时间了 否则压力会小得多 想当黄雀想多了 这是不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或者说是鼠目寸光 看不得那么远 在勉军飞机大炮的猛攻下 我觉得克钦这样死守难度和伤亡都会很大 当然 勉昂来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 令勉昂来更心跳的还有另一条消息 在克伦邦 妙瓦底线都要沦陷了 克伦联军在前一天攻下了妙瓦底线的355营后 克伦联军昨天下午一点 半左右又占领了妙瓦底外围 银钢南囊镇的缅军356营 之前已脱离了缅军系列的苏其都 并没有帮缅军 而是选择了袖手旁观 现在劳缅境况不佳 崩盘迹象明显 其都不会再傻乎乎与劳缅绑定了 现在急于与劳缅切割 只要联军不直接打他 他应该就会保持中立了 情况危急之下 缅军已经释放了 关押在妙瓦底警察局的多名囚犯 要求他们进行参战 为什么说现在的缅昂来信如死灰 缅军之前的几大收入来源 一个是善邦国赶老街的分城 若开邦的港口 克伦尼邦的妙瓦底分城 还有就是克钦邦的帕赶矿石 看看上面的这几条 国赶没了 若开邦也没了 这次如果克钦和克伦也完了 那缅军也基本上就大势已去 双方大战 你觉得克钦军能顶得住 还是敏昂来能顶得住 国赶四大家族 这次被连根拔起 确实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有句话叫做 天要让齐王 必先让齐狂 就是这个道理 想当初国赶要断水断电 白索成说 他不怕自己是刀尖上滚过来的 想当初白银仓指着他的手表 疯狂炫富 貌似就是在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想当初刘阿宝说自己全身抖动 从小就这样 根本就不是因为怕 可现在呢 都成为了阶下囚 所以说 人还是要善良一点 不易制裁不能要 做人要有底线 不要丧尽天良 否则必将遭到反噬 好好的生意 不做非要搞电炸 这样的反人类的事情 如果人类社会都像缅北一样 都是那些个渣子 那就不要发展了 还进入文明社会干什么呢 直接回到原始社会不就得了 缅北也算是一片富饶之地 背靠中国 本来可以取得很好的发展 如果一心走正道 相信肯定可以搭上 中国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四大家族 或许也可以延续 他们在缅北的统治 不管怎么样 希望信任国感王彭德仁 可以带领国感人民走正道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 电炸这样的步伐买卖 千万不要做了 在缅北停火后 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 得到了保障 但随着缅甸西部地区的战局 也陷入胶着 中缅油气管道 缴漂港等项目 也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 中国必将再度发挥自身影响力 与孟加拉等国合作 共同推进缅甸政府 与民地武签署 另一项停火协议 据缅甸媒体消息 若开军等民地武 在该国西部的若开邦和亲邦 不断发起军事行动 打击缅军势力 且取得了一定战果 特别是若开军方面 已经夺取了亲邦与若开邦交界地带的百利瓦镇 孟加拉湾沿岸的包多镇等至少五处城镇 控制了若开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并且将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了若开邦首府十队市附近 除了在北部地区投入大量兵力 扩大自身控制区 并夺取边境控制权 若开军还派遣了部分部队南下 与其他地区的反对派武装配合 切断了缅甸政府军北上支援的路上通道 缅军现在只能通过海陆运输 向孟加拉湾沿线地带增派少量部队 并出动空军 帮助内陆地区的守军进行防御作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 这场缅甸内部的危机 进一步外溢到了临近的孟加拉国 成百上千的若开邦民众越过边境 给本就收容了大量罗兴亚难民的孟加拉国 增加了新的难民负担 上百名缅军士兵 也为了躲避若开军的追击而逃过边境 随后被孟方边防部队缴械 更严重的是 在交战过程中 有炮弹落入了孟加拉国境内 造成了两人死亡 眼看事态越发难以控制 孟加拉国在要求免昂来政府 管控边境局势 尽快接走越境缅军的同时 主动派人与中国沟通 要求中国尽快介入此事 孟加拉国现在选择找中国帮忙 自然是看到了之前 中国在缅北停火之中 发挥的关键作用 认识到了中国在缅甸事务上 有着印度等方无法企及的影响力 是当前最有可能促成 民地武与军政府谈判的国家 孟加拉国外长马哈木德 与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 姚文已就缅甸局势等问题 举行了一次会晤 按照孟加拉国公布的信息 中方在此次会晤之中明确承诺 将会推动落开帮停火 中国外交部门 在官方新闻稿中 没有明确提及 斡旋停火一事 但也表示愿意推动解决 若开帮避乱民众遣返问题 考虑到若开帮停火 是民众遣返的前提条件 中梦两国应该已经确定了 将会共同发力 在以若开军为代表的 民地武与缅甸军政府之间展开斡旋 中国现在愿意 与孟加拉国一道 推动若开帮停火 一方面是因为 中梦双边关系稳定向好 使得双方有合作解决 这一问题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 若开帮战事的持续进行 对于中国部分关键战略的实施 构成了威胁 具体来说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中 从云南出发经过 缅甸直达孟加拉湾沿岸的 中缅经济走廊 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而这条人自行走廊的终点 便是缅甸南部的重要港口 仰光与正在开发之中的 若开帮角飘港 与中国等国家的态度 将共同决定和谈的走向